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雷大爷今年已经86岁了 在过去的30年里 他风雨无阻 每天都坚持跑步30公里 让无数人为他的坚韧不拔而感动 雷大爷的运动生涯 最早还是因为工作开始 年轻时的雷大爷是一名游地员 但那时候的他家境贫困 买不起自行车 就只能在大街上跑步 来完成自己的工作和上下班 久而久之 雷大爷感受到了跑步的乐趣 也锻炼出了高超的运动能力 有人说 坚持做一件事 13天就会迎来改变 而坚持跑步30年的雷大爷 更是让人们看到了坚持的力量 在某一天 一如既往出门跑步的雷大爷遭遇不测 被马路侧面冲出的汽车撞到 因为送医及时保住了性命 但是雷大爷却失去了行动的能力 大爷 对不起 没能治好您的腿 手术后 主刀一声遗憾地表达歉意 谁也没想到 经历大劫的雷大爷笑着说道 小陈大夫 你知道吗 大爷每天坚持跑步几十年 人家刚开始说我傻 后来看我这么坚持 又说我坚韧 其实不管他们说什么 我跑了几十年才明白 人哪 这辈子最大的幸福 就是坚持做一件事 成了固然高兴 失败了也没啥 重要的是 你得做了才行 这番话说得陈大夫一头雾水 但直到一年后 他听说雷大爷 竟然凭借着惊人的意志力 每天锻炼 终于站了起来 这时他才明白 原来对于雷大爷而言 当时的劫难 只是跑步路上的小石子而已 人们常说 生命在于运动 那么运动究竟能给我们 带来哪些好处呢 一 慢跑适合中老年人 锻炼十二分钟就能看到效果 中老年人 由于身体各项指标逐渐下降 不能适应高强度的运动 因此人们通常会建议他们慢跑 其实这个建议也是有科学依据的 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曾经针对这个题目做过研究 研究对象是400位男性和女性 研究过程是让这些人进行12分钟的高强度运动 结果显示 在进行运动后 人体内的500多种物质发生了反应 其中绝大多数都对人体的健康起到促进作用 例如 骨胺酸减少29% 促进心脏病和糖尿病 二甲基瓜基物酸减少18% 对肝病有促进作用 一甲基烟显胺增加33% 促进脂肪分解等等 该研究表明 慢跑对于老年人有很好的良性作用 近12分钟就能起到效果 比其他的途径更加便捷 二经常慢跑 身体得到四个益处 运动12分钟就能对人类产生巨大的影响 而经常慢跑对人体的良性作用更多 这四个益处 只有经常慢跑的人才能体会到 一 有益于长寿 有多个权威机构都曾发布过 慢跑能够增加人类寿命的报告 斯坦福大学医学院 有一项研究证实了 慢跑有助于增加寿命 还能够对抗肥胖 维护健康 英国医学杂志也曾刊登了 慢跑有益于长寿的报告 而数据最准确的是 哥本哈根城市心脏研究会议 曾提出定期慢跑的男女性增加寿命 分别可达6.2、5.6年 2、增强心肺功能 慢跑能够比较柔和地训练人体的呼吸能力 从而增强呼吸功能增加肺活量 慢跑时 人体获得的氧气是静坐的8到12倍 吸氧能力的增加 对于锻炼心肺功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3、增加肌肉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曾刊登过一篇文章 里面提到 适当的力量训练能够降低老人的死亡风险 而美国心脏协会和美国运动医学会也曾发布建议 老人定期进行力量训练 有助于缓解肌肉和骨量流失 不过 老人具体的运动周期和运动量 还是应该由医生提供建议 避免过度运动损伤 4、增强骨骼 澳大利亚的莫纳什大学研究发现 慢跑能够对软骨组织的生长起到促进作用 同时起到一定对抗关节炎的作用 3、慢跑益处多 但也要讲究科学 慢跑虽然对人体各方面都有积极的作用 但是众所周知 运动也是需要技巧的 有时候也要学会科学的运动 最大限度地避免身体损伤 首先 别在太硬的道路上跑步 跑步时脚底和地面接触难免有失衡 或过于用力的地方 在硬路上跑步容易受伤 跑步时 要注意衣着 选用舒适透汗的衣服 鞋子也尽量选择耐磨舒适的 这样有利于帮助保护中老年人的关节 其次 注意姿势 其中包括胳膊 腿部 跑步姿势上身处于自然放松状态 不必过于刻板 执着于均姿或者要挺拔 双手自然弯起 手肘向外 手不要放在臀后 也不要故意贴紧胸部 抬腿时 膝关节以上用力 踝关节放松即可 落地时 足根着地 其他部位缓落 可以减轻脚底受力 此外 还要注意时间 跑步时间 一般保持在一周期 30到60分钟 时速6到7公里左右 跑步时 也要注意观察自身的呼吸 如果呼吸难受 要及时调整或停止 时间太长 对于膝盖有一定的危害 四 生命在于运动 还是在于静止 三个伤身运动 建议少做 运动给人们带来好处的同时 也存在着很多风险 因此很多时候 人们都提倡 适量运动 而运动的类型 也要妥善选择 有的运动 对人体好处不多 反而存在安全隐患 仰卧起坐 仰卧起坐 这项运动 几乎每个人都做过 但是做它 臂力不足时容易受伤 而且老年人年龄增大 颈椎腰椎都容易受伤 并不适合做仰卧起坐 尤其是仰卧起坐 不规范 头部位置的快速变化 容易造成血压过高 憋气等意外 爬楼梯 老年人关节受损 退化 在爬坡爬楼梯时 受到的重量会剧增 是平时的三到五倍 而数据显示 在老年人意外事故中 因爬楼梯出事的 超过51% 因此 生活中老年人要避免 进行不必要的爬楼梯活动 更不要以爬楼梯 作为运动方式 倒着走路 老年人观察周围的反应能力 和视力都有所下降 倒着走路 很容易撞到周边和脚下的物体 从而摔倒 非常不安全 除非有人陪同 否则要尽量避免倒着走路 生命每一刻都在不停地运动 只是运动程度的大小 对人体的影响也是大有不同的 就像老年人 可以通过慢跑进行锻炼一样 年轻人也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运动 用最适合的运动量来保持健康的身体 只有这样才能迎接健康的新生活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建议大家 一定要发给身边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 也别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和志恒相约 每天不见不散 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